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 要以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为依托 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与经经济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和交流合作 使南北互动起来 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主动对接深化合作 推动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视线系列策划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今天关注积极对接国家战略 提升对内合作层级 下面把时间交给管旭 好的 我省积极引导辽西北各市利用区位等优势 融入经经济协同发展战略 省委十二届十四次会议明确提出 依托复兴朝阳葫芦岛等建设辽西 融入经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先岛区 打造我省开放合作的西门户和新增长级 近年来朝阳市主动承接经经济产业转移 落地开工项目1100余个 从河北引来的鸿海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是其中的一支领头业 项目打产后将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 上月初国家发改委批复支持辽西北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明确指出辽西北 地区是经经济制造业产能转移半径最短的 承接区域之一也是东部地区产业梯度 转移的理想区域明天精神高铁将全线开通 辽西北地区至少有6座高铁车站可在100分钟内 直达北京市主城区随着经经济地区人才科技产业等 要塑资源加速东移辽西北地区将有望加速成为 中国北方新兴交通枢纽和先进制造业聚集带 我省与江苏沈阳与北京大连与上海对口合作 是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 2017年以来辽苏双方开展对接交流活动200余次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一批江苏行之有效的改革创新举措在我省复制推广 江苏对我省投资额也在逐年递增 截至2020年9月 江苏企业在我省投资项目166个 到位资金1030.6亿元 在辽苏商2万余家 在苏辽商1万余家 日前中国技术交易所沈阳国际创新中心 精神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等6个项目签约落地 精神合作科技创新中心同时揭牌 成为精神合作的又一重要成果 目前沈阳已推进落实了300余个精神对口合作项目 上海大连两地经贸合作交流日益频繁 产业互动项目对接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 我省积极参与国内产业分工与合作 主动对接长江经济带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 2020年7月份以来 在深圳举办了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招商推介会 赴上海广州北京开展了长三角 珠三角京经济三场招商引资促进周活动 组织各式开展上门招商敲门招商 围绕重点合作项目进行一对一洽谈 签约了大连恒利石化 链化及以西下游产业链项目 沈阳苏宁国际文创智慧产业小镇项目 省府改革示范区的腾讯云 工业互联网基地等一批 符合我省产业发展的重大项目 为统筹做好三篇大文章 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局 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 为辽宁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活力与动力 辽宁省大连市与招商局集团合作 共建太平湾合作创新区 力争扫日将太平湾打造成为 融港产成创于一体的东北亚新蛇口 华为 恒大 腾讯等一批业界巨头 在我省加速布局 为辽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迈向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新动能 提升对内合作层级 承接产业转移和创新要素辐射 必将有力促进 我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更趋合理 为辽宁振兴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好了 今天的视线就关注以上内容